这道菜叫豆腐汪虾仁 其主要原料就是我们的胡虾 作为锦宁的传统的运和餐饮文化的主要食材 就是来源于我们围山湖 那么就形成了锦宁运和传统的这么一种餐饮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唯有独特的给大家要讲的一点 就是汪制 那么作为汪制的烹饪计划 不仅在我们的午餐 而且在全国各地 没有这一套一个烹饪计划 唯独锦宁运 因为这里的汪制很多 有汪虾仁 有豆腐汪虾仁 有汪鱼丝 汪肉片 包括它的特点就是 既有汤汁 同时还有多的一种芡烤 就冲洗干净之后 要沥浸水分 这个原料要脱水 把湖面的水分也要去掉 用完好的保证姜汁的上芡 最佳的口感的适应度和光运度 这个是蛋清红 这样摔拿 摔拿实行原料和浆糊 切符在一起 增加它的辅助力 然后还要加食盐 其作用也是让原料更好的上进 使得在滑油过程当中不调混 二次加盐 更好的保证到它的光运度 大锅凉油 也就是用两层的油温滑油 要松散均匀 都得要分开 虾仁滑开之后 把到适当的油温 叫到虾仁整个飘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豆腐用油炸一下 炸成杏黄色 接近三层油温就可以 不要黑热了 杏黄色 用清水汆一下 就是去掉豆腐本身含的这个油质 就是脱油 以便呢 在光运度过程当中 这个油不要太大了 另起锅加白油 炸葱姜 炸葱姜 两勺就可以了 在这个高汤开出口 放入夏日人做过 二次开过的里面呢 血就出口 紧紧的汪是挺多的 有酸辣口的 有咸咸口的 今天我们这个光虾仁就是咸咸口的 倒入冰盒 春夏焦冻之际 做围景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用蒲菜和这个豆腐和虾仁这样来配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实定的这么一个配料 那么现在到了冬天了 是用的冬巡 口感呢 滑润脆糯 豆腐的糯味要出来 它是有咸咸味的 学做卤菜 会吃卤菜 我是康有益 我是李运维 谢谢 哇 马上 阿猪 还是 杽 她 富 感谢观看